大家好,欢迎来到部落战争,我是JL 本期呢,我要给大家讲解一下如何用石气球流和石株流三星满久 首先呢,我先介绍石气球流 大家看一下这个阵哈 这个阵呢,其实用气球流打比较吃亏 原因是四个防空在比较内部 用石株流打其实比较轻松 原因很明显就是很有可能这些空格内会有炸弹 而且可以很轻松的开始用猪来引爆 但是我也不是很确定啊 因为我选择了用空军打 原因是我看见了一个XBOW 又是对地的 所以我非常喜欢用空军打XBOW 就是对地的XBOW 我就决定用空军打他 但这个阵呢,其实比较难对付这个女王 原因是女王在非常的深 这边看的话是三堵墙 这下面看的话也是三堵墙 所以我就要利用炸弹和我的弹跳药水 大家会觉得为什么这么耗费兵力耗费药水 就为了杀这个女王呢 因为你要是不杀掉 你也有可能哈 不杀掉女王的可以伤心 但是你不杀掉女王的伤心 就是完全跟十法流三星一样靠运气了哈 所以我不是很喜欢靠运气 为了就是更有把握 一定要杀掉女王 既然都花费这么多兵力杀女王呢 我一定要同时带走一个反空 这样的话我就一切都会很顺利哈 首先引部落联盟 用胖子引部落联盟 其实还是很划算的 原因是胖子有两倍猪的血 而且跟猪用的冰 就是占用人口是一样的哈 所以用同样五个人口 得到双倍的血比较划算 而且我的目的并不是打防御啊 而是引部落联盟 好大家看到了哈 我已经把冰差不多聚齐 在这个时候呢 我一般情况下就会下一个气球炸掉他们 但是很奇怪的是 他们站的位置 还有这防御建筑的位置 是成一个三角形哈 而且他们又是三角形的偏顶端 我要在这个地方下气球的话 气球很有可能走到这个加轮炮这里 也有可能走到这个法斯塔 我就不是很确定他的走向 我就选择了 换一个地方 好换一个地方之后呢 就会好很多 你看 就是稳稳的走这个加轮炮 好 差不多部落兵清完 我就开始往下面 大概七点钟方向进攻 原因是很简单 这个地方有法斯塔 你要是派炸弹人去炸 很有可能被法斯塔一炮全灭 而且你要炸两堵墙 而不是一堵墙 外面这个比较容易 里面这堵墙就很难炸开 也有人说用弹跳水啊 但弹跳水跳二乘二这种格子 是四层四 跳这种 应该是三乘三吧 我也不是很确定 就是这种格子 你能跳两堵墙的话 这个 你手一定要放得很准 你万一放得不准的话 你就跳了一堵墙 所以 我不想冒那个风险 我就选择这边 原因是法斯塔比较远 你可以炸开两堵墙 非常非常的轻松 还有 为了 为了 节省人口 你可以 不需要带很多炸弹 你可以只要带 我只带了五个 因为我是确保一定要炸开 原因是 我要放加速 我刚才要是 没有放加速的话 我是炸不开这堵墙 原因是很简单 这个 Xbolt会把我炸弹打死 但是加速了之后呢 炸弹的威力一颗 所以 加速后的炸弹 比弹跳水还好用 我一般情况下 你玩不是很深的话 我都不用弹跳水 好 三堵墙 就这样子跳进去了 为了节省时间 同一时间 我就放下 我的气球和猪 一般情况下 我是先下气球后下猪 在这种情况下 也不例外 原因是气球走得慢 猪走得快 不是猪啊 讲错了 是狗 天狗 大家看一下这个阵 上面比较小 下面比较大 对付这种阵 用空军的话 一般情况下 是选择上面 不选择下面 有些酒本的成员会问 我要是没有冰冻怎么办 你要是没有冰冻的话 还是可以的 这个冰冻比较多余 因为有了冰冻 我的这只狗 没有炸开 没炸开 反而让我清理的速度更慢 而且 幻想还有这么多支气球 其实没有这个冰冻呢 还是 完全可以三星掉的 好 这个是石气球流 我再去找一下 我的第二场石气球流 嗯 我好像在这里 好 这是我们现在正在打的一场战争 这一场的石气球流呢 其实 比较 靠 靠运气了 这一场 确实靠运气 但是 打法呢 大家 其实这个 怎么说呢 运气 不好了 事实上 运气不好的情况下 勉强三星 要是运气稍微 一般的话 我完全可以 轻而易举的三星 这个正 原因是 你可以看见 这两个防空在靠外 我可以一开始就用炸弹 把他们 呃不是炸弹 用气球把他们打掉 排一个加速 用气球打掉 同时这边用猪 一起打掉 我一开始就耗了大概五十个人口 五只气球加 不止五只 七只气球再加五只猪 好六十的人口 六十的人口 换取两个防空 其实是很划算的 因为防空呢 就是气球杀手 空军杀手 没了防空 三星就是 好 指日可待 好 现在我们就是要清一下 部落联盟 巨堆 嗯 就耗一颗气球 因为我气球数胜不多了 好 我这里失败了 就是因为运气不佳 我这里失败 也有可能我手法不对 这里失败了 炸联盟兵 所以我就说 要是一切顺利 我绝对是很轻松的 三星这个阵 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 打这个联盟兵 好 两颗气球都没炸死 全部 就是运气 就是摔到家了 好 我选择往这边方向走 原因是这个女王呢 你可以 炸一堵墙 然后也可以打到女王 但是我 我想 用我的女王和国王进去 没准 女王可以打掉这个防空 但是打不打掉 也无所谓 因为 我只剩下两个防空 我有两只狗 我有两只狗和 一堆气球 其实还是很轻松的 好 锅完进去打女王 一下就死掉了 剩下就下气球 然后加速就好 我下一个冰冻啊 就为了这只狗不死 你要是没有冰冻的话 其实也可以 剩下的都差不多了 原因是我之后时间很不够 我去清理 你也看我在最后一秒钟的时候 才得到伤心 就是开始部落兵 花了很多时间赢 好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看一下 如何用石珠流 石珠流呢 其实还是比较好的 打九本比较稳 而且也比较轻松 我上一场呢 没有用石珠流 所以我给你看一下 我成员好 我部落其他成员用石珠流打 这个阵呢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你用空军打也很简单 就是两个Expo都是对地打 我用空军完全就是 就是打这个太轻松了 而且四个防空就在外边 大家千万不要用这个阵 这个阵又被猪克 又被石器球克 成员就用石珠流打 你看他的猪都失败了 花了四只猪 没有打掉这个防空 其实也算挺失败 你看我这个部落成员 气球也是两个失败 这里也是一堆失败 这里我教大家一个打法 当你部落兵不想用气球 或者你不会用气球 巨堆杀部落兵的话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用石头 很奇怪这个部落设置 就是当你石头 或者当你一个兵在走动的时候 法师打他几乎是无效 打不到 除非你攻击速度比较快 比如说像弓箭手 他打目标 移动的目标的话比较准 法师打移动的目标 几乎是都打不中的 不信大家看 都一直打我这个 打石头人 法师怎么打 怎么打石头都没怎么去血 直到石头人停下来的之后 法师打他才有效 所以可以利用这一点 现在好了 现在女王死了 就下诛 非常的轻松 这个阵很没悬念 而且他又不把炸弹放一起 好了 这个九本实在是太弱了 我给大家现在展示一下 这个强劲的九本 这个九本呢是满了 差不多是全满了 只差一点点的强没有满 还有双王也差不多 女王快满了 这个是敌人最强的九本 三星它确实是很难 这个阵呢又克空军又克十株流 但是呢其实十株流虽然被克 你都要想办法破解 原因就是这个阵有个很大的弱点 它虽然把女王缠得很深 它觉得你一定要破这两堵墙才能打到女王 而且你用炸弹炸的话 你绝对会炸这个角落 第二再炸这个角落 然后最后呢你再会炸这个角落 所以很浪费时间 你要是从这个方向打的话 也是很浪费时间 你炸弹也是要炸 而且是火墙 火墙你需要很多炸弹 我只有五级炸弹 你需要三颗炸弹一个墙 所以要花六颗 这个是花了十二个人口 还并不一定炸得开 所以我就换用一个弹跳水 直接跳进去 这个女王就在面前了 而且很有可能这里有炸弹 所以我让我石头能踩这个炸弹 所以它这个墙呢 就一下就被破了 这里我派了七只猪和一个加雪 原因是我要打掉三个防御建筑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你看到了没有 把这个巨大炸弹引爆 这就是我主要的目的 上一局我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你可以用气球流打 也可以用石头能走动的石头 石头走动的情况下 它很容易躲过低能法师的攻击 所以 还有两个女巫 还有一些法师 为了节省时间 这是很节省时间的一种打法 两法师清边 不难主力走歪 之后我就下猪了 原因是我知道国王绝对会过去打这个女王的 你看女王又踩了炸弹 现在就没有炸弹了 没有炸弹一点危险都没了 好 你看这个阵呢 看过去是很强 强的等级是很高 但是用的好的话伤心还是比较容易的 我的另外一个号呢 也用同样的方法打 因为他们的第二个号呢 就是他们的11号也是一模一样的阵 所以我就用一模一样的打法 但是我的第二个号呢 没有国王 我就用皮卡来弥补 但是还是就欠缺那么一下下 打法是一样 我就快拨了 在没有国王的情况下 一般用皮卡打 代替国王比较好 但是因为人口的问题 所以火力就欠缺了 因为火力欠缺的原因 所以时间也就不够 猪也就死得很快 要是运气稍微好一点的话 也是可以伤心的 所以我要讲的是 这个阵呢 虽然感觉很强 但是你一旦被看破 就是很容易的了 他们敌人的10号 11号 还有13号 都是用一模一样的阵 你看13号还没打 还是一样的阵 所以我非常不建议 大家用同样的阵 在部落站的时候 要是一个阵呢 被迫 剩下的其他人呢 就是 忍着被迫 原因就是 有视频在那 可以模仿 其他成员的打法 好了 本期就这样了 希望大家 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问我如何用 10株流打法 我会发布更多的 10株流的打法 好 就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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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